浏览国际大事 百秒天下 来梳理一组国际焦点新闻 18号 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两名俄罗斯宇航员进行太空行走 为一条机械臂安装控制面板 整个租舱活动直续约六个半小时 两名宇航员首先从机械臂上取下防护罩 然后将外部控制面板连接到机械臂上 并成功让机械臂运动起来 按计划 这两位宇航员还将为空间站的实验室 安装三个扶手 18号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法官 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逾越权限为由 撤销了全美范围内 针对飞机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强制令 而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19号8点20分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8068万例 死亡病例达98898例 当地时间18号 多尔齐国防部长阿卡尔宣布 多尔齐在伊拉克北部发起新一轮 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跨境军事行动 抓索行动 截至目前 已有只9名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 在该行动中被消灭 4名土尔籍士兵受伤